北京时间12月17日 NBA常规赛迎来一场焦点战 篮网主场迎战费城 篮网继续残阵出战 上半场他们完全压制了费城 半场领先18分 费城在下半场疯狂追分 一度追平比分 篮网在关键时刻还是把握住机会 杜兰特的绝命3标锁定胜局 最终114比105战胜费城 取得4连胜继续领跑东部 篮网近期缺冰少将 哈登阿德本布里等7人 因为触发健康安全协议 被隔离无法出场 上一场篮网只有8人可以出场 不过他们战胜了猛龙 取得三连胜 暂时领跑东部 费城本赛季表现一般 排名东部第7 此前遭遇两连败 篮网此意只有9人可以出场 杜兰特丹荷带队 除了米尔斯 格里芬和加洛维外 其他都是年轻球员 不过这样一套残阵 却在上半场完全压制了费城 首截他们就轰下39分 取得14分优势 第二节篮网继续扩大优势 半场取得18分领先 完全打爆了对手 单和带队的杜兰特带菲队友 球队多点开花 费城在第三节开始爆发 恩比德在内线予取予球 小库里也手感回暖 篮网的进攻则陷入麻烦 费城很快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 这一节费城单节打了篮网 一个31-19 单节赢了12分 三节结束时追到只差6分 悬念重新回来 末节决战 费城继续追分 分差继续缩小 本节中断 小库里得分之后 追到95-96只差一分 杜兰特命中止血3分 恩比德内线强攻得分 费城追到101平 比赛只剩不到3分钟 决胜时刻 杜兰特打成3-1 篮网领先4分 稳住局面 格里芬也命中3分杀死比赛 篮网把握住机会 最终战胜费城 取得4连胜 杜兰特24投13中 拿到34分 11篮板8助攻 格里芬和米尔斯都得分上双 格里芬16中7拿到17分 包括一季杀死比赛的3分 米尔斯14中5手感一般 克拉克斯顿9投8中得到17分 托马斯得到11分 爱德华兹也有9分7篮板 残阵篮网 好取四连胜 继续领跑东部 杜兰特连续打出超具表现 再次展现了MVP的风采 证明了自己才是目前的联盟第一人 现在刚才是阳续打掉 证明了 证明了 你 证明了 看你 这种 证明了